開始 最近知道榴槤實在太多品種了 究竟是什麼來的呢? 是不是真的有分別的呢? 所以我就今天跟大家試一下 你不用戴的嗎? 戴吧 真的沒有人不戴 我平時都不戴的 你一來就吃了,你有沒有了解一下它? 你這麼多廢話,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吃呢? 是,我不對 我們現在吃的是拼盤 上面是有五種榴槤 它就好像吃魚生一樣 由淡味吃到重味 第一種就叫做明種 明種的意思是野生的榴槤 適合一些吃泰國榴槤 可能淡味一點,沒有那麼重口味的 這隻是入門 這隻已經是入門了? 怎麼用呢? 我真的沒吃過 你做過TVB有沒有教你 你怎麼說的東西好吃 沒有 第一,它厚容 第二,軟身 但是由於我已經是 踩了進去馬來西亞種的榴槤 所以我不覺得它很重味 你說野生,沒有人管 沒有私肥,沒有照顧 我以為是 就是,一定是有一些一鹽一茶不好吃的 但是吃下去又沒什麼 甜,是不是就算很甜 是濃,但不是甜 它是 有種榴槤香 就是榴槤味很重 對,你說得對 咦,你講得對 你講得對 榴槤味很重 但是不算很甜 我差點想說它 真的是不是彈 有些香料味 我不會說 即是有一陣香料的味道 對,我不懂形容 我沒吃過的味道 這隻很特別 我要吃第二個了 叫什麼? 長餅 長餅還有一個號碼 D158 不懂得分 很多號碼 D158就是 它是第158隻 在政府註冊的榴槤 有這麼多隻? 老闆,總共有300多隻榴槤 住了榴槤有200多隻 是真的不同的味道 有分別的 有什麼分別? 這個比較淡 剛才那隻比較濃的榴槤味 這隻沒有那麼濃的榴槤味 但這隻比較甜 剛才那隻不脆 這個有一點點脆 對,這個有一點點脆 因為它會乾一點 長餅就是 肉長條形一點 然後有些味道很小 我很想形容它的味道 我沒吃過的 但我不懂得說那是什麼味道 榴槤就是通常有一堆你不懂形容的味道 對,但真的有方便 我自己喜歡第二粒 因為甜一點 而且第一粒 我剛才那一粒很大 我不吃得多 這些小的我可以吃很多 可能我這些都是 喜歡多肉 怕不夠吃 這樣就比較便宜 好,接著試試第三隻 金包 金包叫做 D13 看來顏色水 好像這個是最棒的 它說是 外脆內軟和超甜 很像 樣子像是超甜 顏色上看 這個龍蝦中 夠脆了 是比較脆的 我吃到一股奶味 蘆蓮雷 那一股奶味嗎 剛才那兩隻我不覺得 這隻比較奶 你覺得這隻比較奶 我就是覺得這個比較好吃 痴痛 我剛才喝那杯 所以外面那杯奶也是用金包 暫時抽了三隻 我最喜歡這隻 又甜一點 又香一點 又滑一點 這隻最甜 三隻來說 那別人鋪了那個順序 對,這個最甜 那可能下面再厲害一點 再厲害一點 總之暫時是最高分 這隻 為什麼你有兩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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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只有一塊 為什麼我只有一塊 你看,我要把全部轉到超乾淨 對,你稍後打包些東西回去再選 B24的山頂飯 我吃到一股酒味 這麼頂 打大佬就是 烤山王 湯麵包 我就是覺得味道很濃 做人也是這樣